欢迎亲爱的观众们,来到一个引人入胜的探索,探讨肖战非凡的艺术之旅,是对奉献和无与伦比成功的见证。 在这个引人入胜的视频中,我们深入了解肖战生活中引人入胜的篇章,揭示了他卓越成就的本质以及将他推向成功之巅的坚定承诺。 当我们踏入这个独家报道的核心时,我们将聚焦2023年湖南卫视除夕晚会彩排,肖战与才华横溢的王一博一同在那里以出色的表演和不可忽视的魅力迷住观众。 准备好沉浸在幕后的他们为这场盛大活动做准备的片刻,展示了定义他们艺术事业的勤奋和激情。 加入我们一同踏上这场沉浸式的旅程,在这里,我们庆祝肖战的成就,他对艺术的执着,以及围绕着这场壮观的除夕晚会的期待。 准备好被肖战和王一博的魅力与才华所启发,他们将在舞台上点燃熊熊烈火,创造让观众终身难忘的时刻。 敬请关注这场超越寻常的体验,让您更近距离地感受娱乐世界的魔力。 肖战的非凡之旅,对执着和成功的见证。 肖战在娱乐业取得的非凡成功证明了他不懈的奉献和努力。 从谦卑的开始,他已经攀升到行业巅峰,他的旅程生动地展示了他从低预算制作,如DC和JD,到与YGY合作达到首个S加评级,最终达到行业巅峰的过程。 肖战的旅程是一个决心、韧性和才华的故事。 他在行业的早期阶段参与了一些低调的项目,如DC和JD,这里锤炼了他的记忆,并为他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较小的制作中,工作存在挑战,但肖战对工作的执着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 肖战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来自他与YGY的合作,他在那里获得了他的首个S加评级。 这一成就不仅验证了他的才华,也为他在行业中获得更重要的机会打开了大门。 肖战迅速吸引观众并交出杰出表现的能力引起了注意,推动他走向了明星之路。 伴随肖战项目的开机仪式成为他旅程中的里程碑。 这些仪式标志着一部制作的开始,已经成为他在娱乐界崛起的象征性事件。 从谦卑地开始到围绕他,最近项目的盛大活动,每场开机仪式都反映了肖战多年来的成长和成功。 肖战的旅程不仅仅是个人成功的故事,他也是对奉献和努力的力量的见证。 他的故事激励着渴望进入演艺界的艺术家和粉丝,展示了只要有激情和毅力,就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高度。 肖战在不同制作中的能力转变,从低预算制作到与一流制片公司合作,展示了他在不断变化的娱乐领域中的多才多艺和适应能力。 如今,肖战已经成为行业的杰出人物,是他持续努力挑战极限并交出卓越表现的结果。 他的成功不仅由他的成就来衡量,还包括他对行业和粉丝心灵的影响。 随着他继续迎接新的挑战并探索不同的角色,肖战的旅程成为那些渴望在娱乐世界留下印记的人的灵感之源。 王一博登场,2023年湖南卫视除夕晚会彩排幕后。 随着世界热切期待2023年的到来,华丽多才的王一博将掀起一场狂欢, 为期待已久的湖南卫视除夕晚会观众献上精彩表演。 独家探秘王一博彩排的幕后过程,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窥视紧张筹备工作的机会, 并承诺一个令人难忘的演出,为新年拉开帷幕。 彩排现场充满了活力,一片嗡嗡声,充满了能量和激动, 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调试他即将呈现的每个细节。 氛围电动,一支专注的团队辛勤工作,确保王一博的表演达到卓越的高度。 独家预览,王一博为湖南卫视除夕盛宴的壮丽彩排。 全球粉丝们有幸独家预览王一博的彩排, 他的天生魅力和舞台魅力在这里得以展现。 这场齐观承诺将是非同寻常的,有着错综复杂的舞蹈编排, 迷人的视觉效果以及一个精心策划的曲目单,将让观众坐立不安。 倒计时2023,王一博为湖南卫视盛大除夕晚会的震撼彩排。 随着时钟的低答声,王一博的彩排登上舞台, 为盛大的除夕庆典奏响续曲。 他震撼人心的表演是他对艺术的执着和艺术造诣的名正, 毫无疑问,这场盛宴将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期待升温,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会有怎样的惊喜。 王一博在湖南卫视除夕庆典彩排中的难忘时刻。 彩排中展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 展示了王一博的多才多艺和魅力。 从惊心动魄的舞蹈动作到深情的演唱, 每个表演元素都经过惊心设计, 以在观众中建立情感联系。 这不仅仅是一场彩排, 更是一个即将在除夕晚会的盛大舞台上展开的魔幻预演。 与王一博共同奋斗, 湖南卫视除夕晚会紧张筹备的一撇。 在与王一博共同奋斗的拍摄现场, 一步步地揭示了在打造一场完美表演中投入的精心计划和付出的努力。 紧张的筹备工作不仅反映了艺术家对自己工艺的执着, 也体现了整个制作团队的共同努力。 从服装室穿到技术彩排, 每个细节都经过仔细检查, 确保观众获得一场流畅而难忘的体验。 在世界等待着除夕夜终生的时刻,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王一博身上, 他即将在湖南卫视晚会上呈现的盛大壮观。 彩排只是其中魔力的一部分, 承诺了一个充满娱乐、欢乐和新年开篇的夜晚。 闪耀仪式电影首映引发争议和强烈反弹。 备受期待的闪耀仪式电影版本《今天首映》, 引发了一系列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应和讨论。 尽管首映前期引起了一片兴奋, 但该影片目前在像微博和豆瓣这样的中国主流平台上面临着严重的批评。 在观众中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 而一起由电影剧组向观众喷雪的事件更是成为热议话题, 进一步激起了争议。 微博和豆瓣的负面评价 微博,一个中国知名社交媒体平台, 以及豆瓣,一家热门的电影评论网站, 充斥着对闪耀仪式电影的负面评价。 不满的观众纷纷上这些平台表达他们的失望之情, 指责影片在各个方面未能达到期望。 从情节漏洞到人物发展, 许多批评意见浮出水面, 加剧了观众间的共同不满情绪。 喷雪事件 电影首映中最受关注的事件, 之一是电影剧组向观众喷雪的举动。 这一出乎意料且不寻常的举措在线上, 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许多人质疑在电影放映期间采取这样的行为是否合适。 这一事件引发了分歧的观点, 一些人认为这是创新和沉浸式的体验,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干扰了观影体验并且是不必要的。 社交媒体反映 随着负面评价和喷雪事件的传播, 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对话和辩论。 表情包、GIF和幽默评论在各个平台上涌现, 将争议变成了一个病毒般的话题。 一些用户分享了他们对电影的批评意见, 而其他人则为电影剧组的创意选择进行辩护。 电影剧组的回应 针对不断增长的争议, 闪耀仪式电影剧组发布了一份声明, 回应了负面反馈和喷雪事件。 他们对观众的反馈表示感激, 并强调了他们创造独特而令人难忘的体验的意图。 剧组承认了观点的多样性, 并向粉丝保证将考虑未来项目的建设性批评。 结论 闪耀仪式的首映无疑引起了一场积极和消极的讨论风暴。 随着争议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 电影在长期内将如何表现仍然有待观察。 负面评价是否会影响电影的票房表现, 以及像喷雪事件这样独特的元素是否会被继位大胆和创新的选择,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 随着在线对话的持续, 电影闪耀仪式首映成为电影界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 给全球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